嗨 大家好 我是陈在 今天我准备离开格鲁吉亚了 今天是我能够合法的待在格鲁吉亚的最后一天 我在格鲁吉亚已经待了30天了 时间过得好快 这么快30天就过去了 在地比利斯他们的首都我都没有怎么去逛过 像什么第三一刷场啊 什么山山一大教堂啊 像这些地方我都还没有去 太忙了真的是来这边 警察局跑了三趟 法院跑了一趟 卡被偷 然后我又在开店又在考察酒庄 哎呀事情一大堆 所以好的地方都没有去 那今天我就去亚美利亚 这里离亚美利亚的边境 我现在还差37公里就到了 一会准备把车里面稍微收一手 今天走着匆忙 然后昨天已经做了核酸检测了 好像是60拉里吧120人民币 然后呢核酸的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所以今天去亚美利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去亚美利亚的话中国人是免签的嘛 所以拿着护照拿着核酸检测 理论上来说就可以进去了 现在唯一有一点点的担心就是 我车里面装了挺多的酒 可能有个小时来平 不知道这个他到时候会不会找我的麻烦 说我走19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稍微有一点点担心的事情 就是现在是12点40 我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才能到那个关卡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其他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看天意 看天意 现在我的这边正在传视频 昨天晚上已经连夜剪了三集的视频 今天把他们都上传 然后离境之前争取把他们都发布出去 现在离边境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哎呀我把视频已经传完了 现在来处理一下后备箱里面的这堆行李 这些全是红酒 你想一想 我这里面可能有个十五箱有五箱 五箱红酒 还有一瓶散装的红酒 这些红酒都是我在格鲁吉亚考察过 我觉得不错的红酒 还有一些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品的红酒 如果想买格鲁吉亚红酒的 可以点击我的个人橱窗 如果橱窗里面没有的话 可以在某宝上面去搜索 陈信环球go 全部都是格鲁吉亚原品进口啊 广告结束 现在我来收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一十二 我呢已经是 离开了格鲁吉亚的地盘了 那边是格鲁吉亚的海关 这里是格鲁吉亚的免税店 我现在是已经顺利的离开了呀 他们从格鲁吉亚到亚美尼亚这边的车 现在非常的少 我过来的时候就我这么一辆车 来的时候 他们这边所需要的信息出境的时候 非常简单啊 没有任何的刁难 就是正常的聊聊天 然后把文件给他们 他们一共让我出示了驾照 驾驶证 那个疫苗证书签证 然后我还额外给了他 我汽车的三十天的保险 还额外给了他我核酸的检测证明 对还给了他护照 一共就给了他这么多东西 然后顺利的就过来了 然后下面的内容画重点 自己拿个那个记事本记下来 这个很重要 在格鲁吉亚 他们的签证是电子签 电子签证是一百二十天之内 可以待三十天 然后我特意跟他确认过了 当你离开格鲁吉亚以后 你马上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你是可以立即入境的 第二点 你的老的签证 最多只能待三十天 虽然是多次入境的 如果你想返回格鲁吉亚 必须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二十美金也不贵 然后第三点 你的汽车 是可以在格鲁吉亚境内待九十天 每次都是九十天 第四就是人可以在格鲁吉亚 每一百八十天待九十天 也就是说半年可以待三个月 如果你每次待一个月的话 半年之内你可以来三次 然后每一次的话 你的车可以停留九十天 所以车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把车停在格鲁吉亚 然后再从格鲁吉亚飞出去 然后在三个月之内回来 就没问题 好了 这些都是干货 问的海关人员非常重要 你们如果以后要来格鲁吉亚的话 最好是把这个记下来 这都是一手咨询 现在我要去免饰店逛一下 然后就准备前往亚美尼亚了 哈哈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三点二十 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亚美尼亚这边也顺利的入境了 给你们说一下亚美尼亚入境的一些要求 亚美尼亚只需要一个护照 跟一个合算检测就行了 第一道门是先进医生 你把你的核酸检测的报告给他 给了他以后 他会指引你去第二个窗口 第二个窗口就是把你的护照给他 像中国人的话 他一般就看一下你的护照是中国 就是免签的 然后会把每一页都翻一下 应该是翻一下 你有没有去过阿塞拜疆 然后据说是每个人他都会问 有没有去过阿塞拜疆 但是他没有问我 有没有去过 那这个人的这一个关卡就很快 可能就几分钟就搞定了 然后进入第三个关卡 就是把人退回来 然后把车开到车的关口去 还是提供那些常规的材料 这一步的话 稍微卡的时间有一点点的久 因为他从我们的行驶证上面 看不到他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车男的品牌 车男的型号 因为这是一辆全新的中国产的汽车 他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 所以他在那边又是打电话 又是沟通 沟通了半天 所以这一块的时间耽搁的有点久 最后他实在是不行了 他就问我 你这车是什么品牌的 他早点问我不就好了 耽误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我要把车的型号 品牌什么的告诉他 然后后来他啪啪啪啪啪 填完信息 这个关口就完了 然后就是安检 就检查车里面的东西 这个环节我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在俄罗斯的时候 要想进入俄罗斯 车里面的每一件行李都要搬下来 全部搬下来 就全部搬上去 起码得弄个一两个小时 真的是要把我搞死了 但是在亚美利亚 他们这边就是常规性的把车打开 然后他们瞄一眼 然后行李箱打开瞄一眼 然后搞定完事了 就除了俄罗斯 其他的我去过的所有国家 都是这么检查 还好 现在是顺利的进来了 对了 然后这个关卡进来以后 还得再停在这边 然后再拿着证件去 他们的一个海关的办事厅去 东西是为了取得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车辆的注册证 必须离境的时间是2021年12月22号 最后这一步的话是要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去一个银行的柜台 把材料给他以后 再让你交费 交费大概是212美金 因为我没有亚美利亚当地的币 所以我给了他50美金 他一共是找了24000的当地币 交了1万的当地币 现在我身上还有24000的当地币 然后就拿着他给的两张收据 去到海关的一个特殊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那位美女呢 她就给你负责办理车辆的一些手续 那她问我在亚美利亚准备待多久 我说我可能待两个月 她说好吧 看你长得帅 那我给你三个月 那我说好吧 你长得漂亮 你说了算 然后呢就愉快地给了我三个月 所以我的最后离境日期是在三个月以后 然后我还特别问了她 我说我在这三个月之内 我飞到其他的地方 把车留在亚美利亚 再飞回来可不可以 她说没关系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在这个期限内把车开出去就行 然后呢她还特别嘱咐我要把保险给买了 所以入境亚美利亚也顺利的解决了啊 上面的都是干货 你们自己寄下来 现在我准备往这边出去 就是出关了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没有找到卖保险的地方 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在关口附近 要么就是在入关之前强制让你买 要么就是出关马上就有卖保险的 现在我入关她没有强制让我买 所以我现在准备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卖保险的 果然啊不吃所料 就在出口的位置就有个小根 一出了以后她就让我把那个单子给她 她说他们这里可以办 就是这个小房子 从这里出来直接左转就可以到了 现在呢我就来他们这里办保险 他们这个房子破破烂烂的啊 在亚美利亚这边 Hello Champonia China China HelloChina China Hello 他们这边人好热情啊 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下亚美利亚这边的警察 他们的那个帽子就是我们很老式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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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帽 但是啊他们的帽子就特别的大一个头这么大 然后他那帽子大概有两个头这么大 就看上去就有一点点的比例失调 然后现在呢我正在问他们两个月的保险跟三个月的保险多少钱 然后我在决定我要买多久的 像保险这个东西绝对不要省 然后呢这个环节又是 每次的那个环节就是他们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品牌 这个是什么型号 我又告诉他们这个品牌是星途 这个型号是TX 现在时间是三点五十还差十分钟四点 这边我办了两个月的保险 他收了我一百美金六百块钱 两个月一个月三百多块钱 理论上来说这个价格我也不知道 他给我的价格是坑我了没有啊 比格鲁吉亚的保险要稍微的贵丢丢 俄罗斯的保险的话是一个月要六七百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好不好 但是为了方便就在这里买了吧 因为像这个关卡附近 他们这边买保险就比较方便嘛 在大城市里面你如果要去买保险的话 你要去找啊要去跑啊就很麻烦 所以就在这里先办了 那个保单上写的金额倒是确实是一百美金啊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价格能不能够改的 就像在埃及的火车票 他卖给游客的火车票 他的价格更高了以后 他的票上面写的价格也是更高的价格 所以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被坑 但是这个都是小钱啊小钱 小钱是一定不能省的 一旦你出关的时候 有的海关警察会检查你的保险 你不要想着你的车不会出车祸 所以你不要买保险 他这个保险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的交墙险 你在他们的路上跑就一定要有保险 那这个保险有的关卡出关的时候 他会特意的检查 如果你没有保险或者你的保险过期了的话 那你的罚款就会非常的高 嘿 所以小钱不能省 该花就花 现在下午的四点的话 也许我还有机会去买一张 他们本地的电话卡 这里也有电话卡 我问了一下 他说是15个G 他要收我50美金 300块钱 那肯定是太贵了呀 然后他要马上改口说 游客的话可以优惠10美金 然后40美金那也很贵 不行 我感觉他在坑我 所以我准备去最近的一个城市 然后找个营业厅去把卡给搞一下 出发 再额外给大家一个资讯啊 从亚美尼亚的陆地海关出来了以后 他再往前面走个大概10米 这一排全是卖保险的 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 然后不赶时间 建议你可以多去问两家 问一下价格 我感觉可能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啊 已经到酒店了 然后网上估计有些朋友会比较好奇啊 他们海关对中国人的态度怎么样 我来总结一下啊 进格鲁吉亚的时候 他们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比较严肃一点啊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围栏 或者是刁栏之类的 然后离开格鲁吉亚的时候 他们的海关比进来的时候 要稍微的怎么说 要稍微的热情一点哈 就是还跟我聊天 然后跟我在那里扯一下乱七八糟的事情 总体来说 在格鲁吉亚的海关 我们也遇到太多的问题 然后进入亚美尼亚呢 他们的海关就 相比格鲁吉亚的来说 就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啊 我不知道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 还是因为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这样 至少给我的感觉来说 就是还蛮好的啊 也许跟我为人处事的方式有关系 也许跟我的沟通方式有关系 也许我只是单纯的运气好 至少目前来说 我遇到的海关都还是比较友好的 尤其是亚美尼亚的那个 给车办证件的那个美女海关 更是非常的热情啊 基本上是全程笑着给我办了我的东西 然后也非常耐心的回答了我所关心的所有的问题 所以目前来说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海关对中国人 或者说对我都还是比较友好的 好了希望我的这个回答能够解答 你们心中的一点点的疑惑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视频 记得点关注点个赞 我是他陈子 拜拜 拜拜